台中市又傳公車意外 一名年約50歲的機車騎士 下午快3點 行經污辱中山路3段的時候 忽靡人因逆向和一面而來的公車 發生了碰撞 騎士當場失去了生命跡象 經過送一搶救 仍然傷重不值 公車執行準備緊速停等紅燈 突然一名騎士逆向迎頭 撞擊公車吃頭強大撞擊力道 碰一聲嚇壞附近民眾 碰很大聲 我都愛逆向 是要黃燈閃紅燈 它開得很慢 可能二三十而已 它沒有違規 公車右前擋風玻璃 被撞破一個洞 碎成支出網撞保險桿 也被撞到裂開毀損 馬路上車客零件四散 發生在17號下午快3點 台中烏日中山路上 一名50歲男騎士 逆向正面撞公車 他就講說 那個人逆向撞他 錯餓吧 錯餓這樣 整個人嚇到吧 我把他搶走 我又要給他看 三間出的 其實猛烈一撞到 對不起失去生命跡象 救車貨報 趕緊將人緊急送醫 花了半小時搶救 仍然傷重不治 死者全身多數擦錯傷 警方到場出判公車 當時是瞬向機車 是逆向正面撞上公車車頭 造勢原因是意外 還是有其他因素 還得由警方進一步調查理清 接著讓我這邊 台中 撞到